传统的打药呢 都是用的这种被服侍的喷雾器 它的作业效率很低 而且人呢很辛苦 很容易中毒 对人的身体健康啊 有很大的危害 我是喜欢摆弄一些很小的东西 04年的时候呢 开始做这种小型的农机产品 发明的那些这种 葡萄的埋藤机 杰杆的这种打口机 我都做过 结果呢没有成功 你看汉田里的打药机 是比较好解决的 就是一个动力装置 加一个驱动装置 再加一套这个喷洒系统 但是在这个水田当中的打药 很难 一个人不负重的情况下 在水田里走 都要向下几十公分下去的 现在在世界上来解决这种水田打药 相对来说都是一个比较难的课题 国内的这种是十分欠缺的 没有一甲是成熟的 发明一个产品 不是一个短时间就能做出来的 而且呢 还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去验证它 验证它到它的缺陷不断地完善 长时间的几乎是没有成绩的情况之下 在五年的时间 时间过的是很慢的 你可能有走很多的瓦路 陆续的改进 才最终到了现在的这款产品 我们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把我们的药箱放在了中间 无论在水多与水少的时候 都可以做到四个轮胎平均的程度 大大的提高了它的通过性能 另外又加了一个插速锁功能 在很恶劣的地方下 如果陷住了怎么办 插速锁加上以后 它可以比较顺利地脱困出来 再一个呢 就是像小麦水稻 到一米多的时候 离地的间隙要加高 喷洒幅度要加宽 这样就提高了它的工作效率